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八字 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板 他在这个招聘之前 都会找我来看一下 一些重要岗位的这个人员的八字 这个也是很多大老板的一些习惯吧 这个老板呢 也是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一个管理人员 是一个家族企业 所以现在很多东西呢 他也不出面去打理了 但是呢下面的人他非常重视 特别是在这个关键岗位 财务啊销售啊采购啊 几乎每一个我都得帮他们看 其他的其他的老板也是一样的 北京啊广州啊 基本上都有这个习惯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呃就是 这些大老板他的这个 呃用人之前的一些习惯 因为看人呢 呃可能还容易看不准 啊虽然他们已经 这个月人无数 这个月人无数 但是有时候还会有问题 呃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啊 呃 这是一个昆灶 呃女命的八字 生在深月 生在深月 很明显是深旺的 金旺水象 然后土修 火球 木死 他没有木 呃金 金 金 土修 土的元素呢力量不大 这个八字呢 深旺 他有几个特点啊 第一他就是财型贴身 呃财气比较旺 像这种人呢 他本来就深旺 然后还有财型 呃 其实很适合做销售啊 呃 做这个不管是运营啊 包括财务啊都可以 啊 就他的这个赚钱能力啊 理财能力都不错 其次呢就是他的大运还行 大运虽然有关性 但是 呃还是有水 有水的话呢 其实对他来说 也好也不好 呃 水太旺的话 呃 可能让他本来深旺的 这个元素就会 水就会更多 呃 但这个极土呢 其实是他八字圆命局里的 呃 又加强了一下 所以问题不大 呃 而且这个极土呢 代表自制力 代表观星嘛 呃 也就是说他的自控能力啊 自律性啊 自觉性啊 还是不错 后面呢 稍微不太好 呃 更进来了 更进来了 会更加去生水 然后 大概看了一下他从2021年到2013年 这个情况还可以 所以给那个老板回复了一下 呃 呃 当时也聊到婚姻啊 呃 可能很多老板也关心 什么这个 这个员工什么是结婚呢 结婚好生孩子了 也会问一些这样的事 预计他明年 呃 前段时间来电话就说已经 今年已经结婚了啊 因为这是去年看的 然后 呃 关心还不错 然后他说现在已经是个小领导 呃 现在是在中山医院 呃 这个老板因为做的是这个跟医疗相关的一些领域 所以想把他挖过来 呃 他觉得情商还不错 呃 但是我跟他说他学习东西呢 不扎实 呃 这个大运还行 他也说这个学习上 学术上也没什么机会 在学习上呢 主要是看这个印星 我们能看到这个印星 嗯 就在这儿 印星本来 其实他的八字本来就旺嘛 所以印星是继神 呃 就是说学习啊 包括一些 呃 自学性啊 呃 包括自己 学一些东西啊 或者 没事拿本书看的 像这样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 呃 所以学东西呢 也是没什么 没什么天赋 没什么场性 呃 所以说在天干上也没什么 透出 那总体来说呢 嗯 这个八字 呃 作为一个员工还是可以了 呃 因为老板主要是想用一些 呃 运比较好的人 呃 因为每个老板他运是有 呃 过气的时候嘛 所以他 希望下面招的员工 呃 运气不错 呃 都在大运上 都在好运上 然后呢 人品呢 人性呢 呃 还不错 所以说 呃 大家了解一下 呃 一般大老板在招人之前的一些 看人习惯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 好 下一次